从昨天开始 关于中共对新疆人的种族灭绝罪 已经开始提到了很高的日程上面 从这里我才注意到 原来我们一直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点子 就说这个种族灭绝里面 除了对生育 对人权等等这些 我们都看得到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是属于种族灭绝罪 好了 现在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文化灭绝 文化灭绝里面 又很大一部分叫做 看上去不是什么罪行的罪行 那就是说强制性的文化认同 一听到这个东西 我就突然想到了 广州有多家重点中学 属于名校的中学 在2000年就开始开设了新疆班 而本来广州市的这些重点中学 教育资源是极端紧张的 也就大家挤破头都要考进去的 那就包括这几个重点中学 我查了一下 他参与这个重点中学 有广州第六中学 广亚中学 广州75中 还有一家叫育研中学 那我就不知道 其他广州直信 华南师大副中 广州二中 有没有参与这种新疆班的建设 而这些新疆班的建设 非常明显 它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认同 他把新疆的维族小孩 从新疆拉到了最远端的南方广州 他为什么就不拉到四川去呢 拉到南方的广州 然后给他们免费的提供所谓的中学教育 并且还是给他们进入了广州的名校 这个东西我现在想起来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强制性文化认同 也是一种对年轻一代人的洗脑活动 我想这又是一张罪名了 大家可以往这方面去关注一下 这个百分百是事实 绝对是事实 并且这个事实已经跨度将近20年了 已经超过20年 绝对是事实 大家值得关注 这就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感觉